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裡面剛才我們試一下那個麥克風的 它的功能看起來不是很好 就是說我們今天講一句話然後突然停的話 它就會覺得這個錄音檔結束了 然後就等於說只有錄幾秒鐘的時間 這個效果以前不是這樣 以前它應該是可以從頭錄到你後來把它停止維持 但它現在如果這個功能這樣子的話 我就建議各位不要用這個麥克風了 因為我覺得這樣這個功能不好 那一般來講這邊有一個手寫的 我也不建議各位用手寫繪圖的 因為這手寫繪圖來我試一次給各位看 這個手寫繪圖的就直接在這裡 比如我用手指在上面抹好了 不要用滑鼠 我用手指比如說我臨時要用手寫記事 比如說明天要上班 我這樣寫這麼大一篇才五個字 各位覺得好用嗎 不好用 因為只是這樣手寫很快 今天你可以換筆啊 換筆然後可能做一些塗鴉 這個 對不起這個頭椅頭椅又沒同步了 我剛才按這個 讓它變成綠筆 然後我在上面有塗了 但是現在還沒有同步出來 這個同步怎麼怪怪 因為有可能我在上傳東西 同時又那個它今天沒辦法同步 這邊又有一個 我點這個 現在你看出來了 我點黃色的 黃色的筆 可以畫 就這樣子 這邊是橡皮擦 如果這樣子 好我倒退回來 它就把它當成一折記事了 又沒有同步了 來看一下 好 它就當一折記事了 可是各位覺得這好用嗎 這不好用 所以嚴格來講 這個塗鴉的 跟 這個 這個塗鴉其實 真正好用 好用在哪裡 如果你要寫 臨時速寫 比如說 在這個地方我看到什麼 我想稍微 或者是我有一個idea 我可能趕快畫一下說 到時候我的條列要什麼東西 然後呢 那什麼 這邊我再放一格什麼東西 然後這個是 我寫一下說 這是 背注 然後我就用這樣手寫這樣子 這是臨時很快的 可是你看一個畫面 記不了太多東西 記不了太多東西 換顏色 換綠色的筆 然後開始就在注明 這個地方要幹嘛 要注明黃色的 要幹嘛 就這樣子 用處不太大 我覺得 因為手機畫面那麼小 而且我們沒有一個觸控筆 觸控筆可以用更精細的 可以用更精細的 可是這樣不方便 所以我建議各位 其實剛才我們有稍微試過這個麥克風 錄音 它錄幾秒鐘 當你聲音停了 它就變成一個檔 然後 如果你畫再繼續講下去 你必須要記得還要再去按錄音 再插入錄音 那太麻煩了 所以現在看起來這兩個都沒有那麼好用 但是呢 另外你可以插圖的 比如說剛才13行博物館這個聲音 我想插一張圖 我就按加 左邊的加 可以馬上啟動相機來拍照 或者我直接插入 之前已經有的圖片 比如說來Google Keep想要取用你的照片 好 好 我就從 啊 相機膠卷好了 好 選一張照片 欸 這樣就插入了 可以嗎 然後如果我今天好要插入一張 選擇相片 好 假設我又在 喜好項目 隨便點一個 這個好了 欸 就兩張照片 它插圖是這樣插的 可以嗎 那如果我及時要拍一張 好拍攝相片 好 Google相簿想要取用你的相機 好 好 那我現在就拍桌面 好不好 我的鍵盤 拍照 好 用這裡 使用相片 欸 三張了 可以嗎 好 等一下 它右下角有什麼 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你這些拍照的相片 它還沒同步到雲端 它就會出現這個 沒關係 慢慢來 它自己會慢慢同步 OK 同步完之後 這個相片到時候同步完 就以後就在雲端上面就可以看得到了 你今天在桌面上也可以開 就這樣子 可以嗎 好 來 各位相片 你可以這兩個試玩看看 繪圖跟麥克風試玩看看 如果覺得真的不好玩 玩過真的不好玩 以後就盡量不要用它了 但是至少相片 你在記事裡面可以 就是你原來的記事裡面 你可以去再按 加號 拍攝相片或選擇圖片 這個還可以用 好不好 好 但是我還是建議各位 你不要用 之前過去有人這樣子喔 常常用Google Google Keep 來備份照片 這個不好用 因為照片 它會給你壓縮過 那這樣畫質會比較差 好 所以這個頂多是幾張 一兩張照片 你覺得你要把它弄上去 當著名用的 但是不是把你的所有相片裡面的 所有手機拍的相片 都插到一個記事本裡面去 不是這樣子做的 可以嗎 好不好 來 各位練習